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中国大陆最近几年 它外交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就是周边是重点 就是搞好这些邻近国家的关系 那这些邻近国家的话 说实话中国有18个 所谓的接壤的邻邦 大部分在东南亚 所以东南亚又有一个组 又有一个怎么讲呢 又有一个组织 它东协十国有这个东协组织 东协里面的最大的 最具影响力的会员就是印尼 那中国大陆过去跟印尼的关系 曾经非常非常的对立 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因为印尼曾经两次排华 那这个当然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 可是这些年尤其左科威上任以后 他是一个文人 他是一个生意人上 他把他的这个治国的重点 是放在发展印尼的经济上面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跟印尼的互动就比之前的很多政府 要来的顺畅的多 那么这个中间印尼所主导的RCEP的谈判 事实上也已经谈成了 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 所以以印尼作为东协的火车头的话 或者它的领头羊的话 那么跟印尼的关系 如果能够深化的话 那对于稳定整个跟东协各国关系 有关键性的作用 而且这个东协 印尼他们这是提到这个雅万铁路 就雅加达到万龙这段铁路 这是一条高铁 高铁它可以开到350公里 这个在东南亚是第一条 中国的纯中国的技术 拿到海外这也第一条 它的最高速度到350公里 可见最近已经铺轨了 它就轨已经在这个 大概下面那些这些 这些基础建设都差不多 上面已经在慢慢铺铁轨了 虽然时间有一点延误 现在已经快要 快要监禁完工 这次的会谈里面 特别谈到这一点 所以除此之外 我看了他们还谈到 这个就是说 印尼希望中国在这个 印尼在这个新的首都的建造 还有北加里曼丹 它有一个工业区 它都指明希望中国多协助 另外还提到 希望中国在财政的 融资方面也可以协助 所以可见印尼 对中国的戒心越来越小 那么它对于 引进中国的这些资本投资 技术 那么双方的经济互动 可以看出来门越开越大 这对中国来讲的话 是稳固东协 稳固中边国家 一个很正面的发展 所以我看其实 这次大陆给这个 佐科威德接待是非常高规格的 会谈是在钓鱼台国宾馆谈的 这个是非常高规格 另外一方面晚上 这个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彭丽媛 还一起晚宴了 这个佐科威跟他的夫人 他夫人也到访了 所以我想这个对这一次的访问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非常高规格的 逐渐对印尼方面的重视 而且这次没有这种高空式的 好像这种就是形式式的访问 谈了很多的实质 看起来都是经贸的合作 所以我看他们这个双边 可能这个经贸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 经贸关系可能会再次升级 现在这个就是要打仗找美国 要发展经济找中国 我想这个是国际间共识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他这篇国情之文 看起来基本上就是要发展经济 你定的目标每年成长8% 是非常高的目标 那他现在这个6.1%的通膨 事实上的话比较起来 也不能说是特别差 因为连美国都9.1 对不对 他这个这些国家 我想他的外在各方面 跟美国的关关联联 美金现在在全世界 美金都是往回流的 美国在那边猛加息 就是在割这些国家的韭菜 对不对 他所有的进口物资 都因为美金的升值 对不对 他都物价都涨了 所以他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受到美国经济影响很深的 发展中国家的话 现在美国这个经济政策 不管别人死活 所以他就6.1% 台湾不是也都3点多了吗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说 这个可能会随着国际经济的动荡 受到印象比较大 不过他以他个人自己的 这个政见来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对中国大陆喊话 我觉得 为什么 第一个他要改革 第一个改革税务系统 这倒是他内部的 内部他可能发觉 有这个弊端他来做 第二个他要扩张 这个杜特利总统 就已经大概规划好的基础建设 他还要扩张 另外他还要怎么样 整件更新菲律宾老旧的铁路系统 对那第三个他还有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新的 他要扩张这个 这要抽这个数位税 这个数位税 数位经济课税 基本上其实就是跟西方国家 要多收点税 因为今天所有的国家 基本上你Facebook 这些或者这个Amazon 还一大堆这些数位经济 比如说这个一大堆 我们现在菲律宾人又特别喜欢 上手机的 这些钱都是西方国家 这些大的这些 APP的这些 这些国家他们都抽手 所以他现在对西方 要去抽这个税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基本上 他这个经济蓝图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跟中国大陆在招手 另外他对西方国家 他是希望多收点钱回来 是 不过整个来讲 菲律宾的政治 要能够上轨道 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你要跟这个国内的财团 菲律宾的财团是非常庞大的 这些财团大部分都在什么 都在福建人手里面 都是我们这个菲律宾的华侨 手里面 Arkino事实上跟菲律宾的华侨 这个财团是没有 不是我说这个马可市这个财团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他们对华人没有特别的这种仇恨感 所以我觉得他跟这个华人的财团 基本上可以 第二个菲律宾要这个家族要弄好 马可市就是大家族 另外杜特地是南方明达纳奥的大家族 所以大家族我觉得没问题 外交上不要跟美国跑 跟有钱的中国大陆跑的话 那基本上方向就对了 所以我对他们乐观的 没错 可是问题在商严商 除非你拜登管制出口 拜登又鼓励出口 那当然往贵的地方卖 对不对 能够出口赚的钱是你在国内卖的钱 这个赚得多的话 那哪个生意人会把它留在国内卖 所以问题你这样都卖到欧洲了 回过头来 你这个美国的天然气也会催货 所以美国的天然气也要涨 所以这些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拜登的整个政策 它都没有一个连贯性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而且他不从根源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现在世界一团乱 对不对 尤其首当其冲是 你美国 首当其冲是你拜登 可是我常常说他今天拿的锤子 手上右手拿一个锤子 他通通打的是自己的左手 对不对 你往自己的左手上敲 可是你还会敲到俄罗斯 你没有错 你可能打到俄罗斯一部分 另外那个锤子主要打你自己手上 那现在拜登就做这种事 那你今天你在外面还要做善人 救这个救那个 这个说你欧洲你放心 你们就跟我一起制裁俄罗斯 你们缺天然气 大哥 他不给我给 大哥给你 对不对 如果给他以后美国在天然气涨价 就变得好像是普丁反将拜登一军 对啊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作为 左手右手根本就 你今天制裁中国 把世界这个供应链打乱 打乱今天你现在美国就首当其冲 美国美国今天的经济出了那么多问题 你叫叶伦出来再掰 掰也掰出个道理 基本上你回过头来 你们自己要负责 你把世界很多产品的供应链 你把他打 你把他 你把他敲坏了嘛 那你美国就首当其冲了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喔